我认为孩子可以对其他 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太虎了 我的大儿子是很怕我 怕到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的老婆就跟我讲说 讲Caden 我的大儿子 你是不是有东西要跟爸爸讲 什么事情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凶 当他讲出那句话的那一刻 我其实真的有点想哭 我打完之后其实我会很内疚 我的儿子他吃完蛋壳 我跟他说丢在垃圾桶里 他就看了我一眼 然后当着我的面把蛋壳摔在地上 再看我一眼 哦 再测试你的限制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也不是很会吗 所以我就听专家的建议 寻寻善又和蔼可亲 劝导他 然后用你天使般的脸孔 对他轻声细语 专家不专家我不知道啦 但是不适合我家啦 欢迎来到由Kuma容易呈现的不同温审 哇 今天厉害啦 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育儿问题 所有Asian小孩的噩梦啊 教育孩子到底是要在他坏的时候一巴掌扛下去 还是要好好跟他讲话 爱感话 是的 我们首先先欢迎我这一帮 是爱的教育的代表们第一位 最近出歌出专辑 看起来比较就是 对孩子会蛮nice的 长大的日子 应该吧 其实我在家里我是 我是虎爸 哦 我老婆是爱的教育 然后我是虎爸 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 对 那我们先欢迎阿Jo 谢谢 第二位呢 这是我们儿童教育心理专家 我们欢迎Dr.Ru 第三位呢 这是从小就是被 这个妈妈的爱 爸爸的爱包围的 我们欢迎卫菊 那我真的 我怕他们 因为他们是 严厉教育的提倡者 是是是 严父严母 其实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他其实在YouTube上面 是收到非常多学生 爱戴的这个网红 atmax老师 我们有研究 他平时很温柔是不是 对对对 我看他在Videos 很温柔一下 大家好 嗨 嗨嗨 我看一下等一下会怎么样 来第二位 第二位我们有这个 一看就是 蛮凶的啦 我们的老朋友 被以貌取人了 你看我们没有以貌吧 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的老朋友 他自己报名了 想要跟他分享自己的童年残酷阴影啊 是是是 我欢迎卫菊 到底是爱的教育比较好 还是 这个严厉教育比较好呢 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 爱的教育 是比较好的教育 如果你认同就举认同 请举牌 大家立场很 OK 非常旗字鲜明 我们听孩子先说吧 好不好我们来请卫菊 我是一个孩子啦 因为还没有生 还没有结婚 然后 我自己的父母就是 虎爸虎妈 但我觉得虎爸虎妈的定义 不是 卡不下去 它是 眼力 可以打 但是不是 可以打 但是不是 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 这样子 又不用太 就是很夸张那一种 然后我本来 他是 非常严厉的 然后我们也被送去一个 非常严厉的私立 中学 所以其实我们 是中学的时候 没有换过课的 当然我也觉得我们 教育出了三个 非常优秀的孩子们 比如说 我哥是一个 专科医生 我弟弟是一个 在纽西兰 在深学读博士 工程师 然后我也是一个 蛮优秀的主持人 自己加上掌声 果然 还是需要爱的教育 对了 还需要掌声 来来来来 所以我就觉得 虎爸虎妈 可以教到我们小朋友 是很多 道德观 价值观 还有很进取的一种感觉 这样小朋友 特别的聪明 他们喝的奶粉 吃的东西 特别的营养 所以这样小朋友 他会测试爸爸妈妈的限量 哦 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爸爸会不会打我 我做到底 你最后受到的 都是爱的教育 宝宝你不可以这样做哦 可能 他就会踩过线 在我认为虎爸虎妈 相对来讲 对我 给了一个很好的影响 这样你是真的 有被严厉教育对待 被打过你嘛 被打过最惨的一次是什么 当然这个不要学 就是 我以前可能 我爸妈觉得我 说谎 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是被 被拉去墙角 这样子乱棍哨的 Oh my God 问的是本条 就是总之 我妈妈就烧完全身哦 然后我们的比较 我每一个朋友都比较震惊的是 如果今天我考试 我拿80分 请问要打几下 20下 如果打75分 我意思是80分不是A 还差20 到100 我们是从100 我们是从100扣下的 真的吗 是 是我文讲拿满分哦 我妈也是更优秀的 她会开你的试卷 今天 如果扣半分是打1下 因为是一个错误 真的好糊哦 所以 那当你自己还觉得这个是好的教育方式 小时候可能有怨恨 就觉得 这么别人考成绩都比我差 但是把她妈讲 很棒耶 你们很棒 但是我觉得长大过后 我还是很感恩我爸妈的 有一种 我还是很爱她们的 哥德斯尔摩综合 被虐待到爱上了 我们来听一下 OK 我当然也有哨过 然后为什么我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你为什么坐这边呢 我刚才一开始 为什么我说我是虎爸 可是我为什么还是到最后认同 就是爱的教育比较好 就因为我曾经当过虎爸 所以我才会知道说 爱的教育 其实对孩子 正面的那个发展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就是 我会觉得说 真的没有完完全全可以 虎到底的虎爸 我妈 但是也没有坚持到底的爱的教育 怎么说 就是可能你爱的教育 你总会有back check的时候 然后你会有反弹的时候 你可能很累啦 还是怎么样 那当你反弹的时候 原本觉得你就是一个 爱的教育的爸爸妈妈的孩子 他会觉得说 从以前爸爸妈妈 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会吓到 虎爸虎妈 他对严厉这个部分 他会影响到他的那个心理 而我觉得说 academy的那个教育呢 我可以后期去补教 可是如果影响到他心理的话 我后天很难去再救回来 所以我宁可 你的队友很给力 所以我觉得我宁可 花多一点的时间 给爱的教育 我也明白这时候 虎爸虎妈他的好处就是 他比较省时间 因为你一来 你就去到最极端的那种 或者是你很firm的说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爱的教育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你当时候 打你的孩子 我们好合作 很有爱的合作 你当时候打完你孩子之后 你有发现什么样反差 他突然间沮丧还是什么 他当然就是苦 我打完之后 其实我会很内疚 尤其是你打得越凶 你越虎 你之后会越内疚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其实是不是当下 我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我是不是 因为我想要节省一点时间 然后我就用了更极端的方式 甚至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太虎了 虎到我的大儿子是很怕我 怕到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的老婆就跟我讲说 怎样 Caden 我的大儿子 你是不是有东西要跟爸爸讲 什么事情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凶 哦 所以你就改变了 我就讲说 OK 可是你懂爸爸为什么这么凶的吗 对不对 懂啦 是咯 这样我们以后达成一个协议好不好 好 OK 你就尽量地跟我们沟通 然后 你知道有些东西不可以做 你就不要做 然后 可是 那一刻当他讲出那句话的那一刻 我其实真的有一点想哭 我觉得他刚刚很好一点是 他打完孩子还会内疚 你知道谁不会内疚吗 谁呢 Cindy 来 我听说Cindy没有打孩子吧 你是怎么样的严厉教育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 我不是不会内疚 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变极端了 那如果你爱得太泛滥 它就是一种溺爱 你虎得太泛滥 它就是一种虐待 那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OK 那我先说我自己的教育里面 是 我觉得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 权威 然后孩子就一定要有 界限 那我可以给予支持 肯定跟鼓励 让他们在这个界限里面 自由地成长 但是他不可以越界 越界的话就会有后果 就是藤条打屁股 可能要看他犯什么错 可能有的只是面壁思过 有的是没收玩具 就是不一样的后果 那我觉得虎包虎妈在 持守孩子的界限这一块做得比较好 因为 惩戒更能规范人的行为 其实人很惨的时候 如果我们观察的话 他不是不能分辨上二对错 他也不是不明白你讲什么 他是故意选择违抗 跟他说不能爬椅子 他不是不懂爬椅子危险 给他看什么都跟他说 但是他就觉得好玩 他控制不了他自己 你知道吗 就很好玩啊 这东西我就是要玩 其实法律的存在 他本身就是一个虎八虎妈 这个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生存定律 他就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人是不能靠自己 规范自己的外在行为 我觉得国法跟家规 都是帮助我们借助外来的压力 让我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那可能大家很多就说 可能会心里受窜 受窜啊可能会有阴影啊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这些是不对的 体罚方式所造成的 不是因为那个工具本身有问题 是因为你使用的方法有问题 可能像刚才你跟我讲的 我很生气的时候打他 那你是把你的情绪 发泄在他身上 那这个本身不是教育你知道吗 这个本身就是 一种心理上的虐待 不是不是我认同他 我认同他说说 我认同了之后 所以我要补充一点就是 为什么到最后坚持爱的教育 是因为很少人懂得一开始 就拿捏得好 如果你拿捏不好 其实就好像变到他这样子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泄在他身上 而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工作的有工作 有压力的有压力 然后我们不理解孩子的 就好比说他说爬到椅子上 好我就要用一个规矩去订他 去处罚他之类的 但或许其实孩子只是想要你陪他玩 我觉得人啊 你要改变他的一个价值观 或者纠正他的一个行为的话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透过塑造习惯 很像我们现在会不习惯把垃圾丢在地上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很有道德还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因为纯粹我们习惯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 因为以前乱丢垃圾可能会被罚还是怎么样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生活给的地恋 所以我觉得虎爸虎妈可以做到的是 他可以培养那个习惯 好像我们小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孩子会不会 但是我的孩子会 就是他不喜欢做安全座椅 你这时候跟他讲什么 爱心教育 你知道吗 很危险啊 你知道吗 你不做等下创车会死啊 然后你觉得他会听吗 他不会听啊 首先他不明白什么叫危险 他才一岁 危险 危险是什么 他讲都不会讲 他怎么样 他的成熟度和理解能力 还没有到那个级续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帮他持守那个界限 你就是要绑他 绑他锁在那个安全椅上 那在孩子还没成年 他的成熟度还没有追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但是我们先让这个 蛮完整的Asian教育 对 我们请Doctor 他刚刚有讲两个 一个叫权威 一个叫界限 OK 你会认同这块吗 还是你觉得鼓励他打破界限 我觉得这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OK 我先说权威吧 是 有哪个父母想跟孩子做朋友 其实很多都想 对 只不过教下孩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组建 越来越讲不听 我们就用权威来了 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相对适合的方式 或了解的方式来跟他说 所以我们就觉得权威是最有效 而这个是我唯一懂的方式 那还有什么方法 所以说一个比喻 我们的工具箱 如果我的工具箱 如果我的工具箱 有很多的工具 那我现在跟这个孩子 我知道他是要用权威对付的 就用权威来跟他说 我们这样子做是 然后我们的效果会更好 他得到因为他是一个 逻辑性的孩子 那如果另外一个 他是 他不是逻辑性 你就不能用权威 他要用权威 因为这个权威的孩子是 要用阴调来跟他 身体来跟他沟通的 所以你就要做 role play 你要用身体行动 他就比较容易得到你 所以你用school driver 所以其实是看一个人的工具箱 有多少工具 去应对不同的孩子 他觉得权威是一个 比较不好 我们先问Sindia 比较不好 他没有讲不好吗 他讲看你有这个工具的话 可以不要用就不要用 就是权威比有不好 他是A和B的工具 那如果你有CDE 那就不用权威 你可以跟他做朋友 这个是一个 比较不应该用的工具 真的不是因不应该 而是你有没有 其他更好的选择 就不要这个嘛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父母一定要有权威 是因为他不能目无尊长 那虽然我们讲Asia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有这种刻板印象就是 你们就是那种死死的呆呆的 乖乖的 你如果这么喜欢西方教育的话 那你也去看一下 西方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他们对父母是怎么样的 他们对老师是怎么样 他们对朋友是怎么样的 那那种价值观是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嘲讽Asia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想一下 是不是10分钟就一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不赞同 为什么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那个底线 爱的教育还是应该有 有礼仪廉恥 应该是要有道德观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说爱的教育不是溺爱 对 所以就是回到第二个 我刚才讲的界限 所以对我们来说 界限就是界限 我们不会有 你可以就是你孩子 叫你有名字吗 可以啊 不要叫你妈咪 可以啊 那我觉得很多人是觉得 好像叫什么名字啊 好像 我觉得这个是价值观的不同 所以会影响你的界限在哪里 你坚持那个立场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立场在哪里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妈妈以前也是虎包虎嘛 但是我们是那种 十二点钟啊 如果你还在读书啊 你会被骂的 我妈妈以前就看她跟我讲 你读那么多书 她那种看很多那种 跳楼的新闻还是什么 你读那么多书 等一下你去跳楼死掉什么怎么办 然后你有忧郁症怎么办 她讲你知道吗 就是虎不虎 跟你的界限画在哪里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是觉得教育是没有高低之分的 所以我觉得只有 因为我什么都试过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小孩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小孩 但是我教过学生吧 像我一开始跟我学生 是感情很好的就是 我是觉得是爱的教育 然后我跟他们很好啊 我们会一起出街啊 吃饭啊 我们还会来 两天一夜去旅行啊 就是朋友 真的是朋友 可是我觉得 身份摆在那 其实责任就摆在那 其实我不能跟他们做朋友 因为做朋友就 朋友嘛 你都不怎么听他讲 可能你会忽略你的学业 你有权威感 对 教育小孩分四类 这四类呢 在爱的教育里面 其实有分两种 一个叫忽视型 一个叫放任性 忽视一听就ignorance 就是你天生天养 让那个小孩这样 就是我们其实 亚洲父母不太会走的一个路线 另外一个叫放任性 你尊重他所有的决定 你支持他所有的决定 就是他是你的好朋友 你跟他在家里 是同个地位的 如果吃完一餐饭 你要回家 他是不是要听你讲 可是如果他要回家 你要听他讲 under whoba whoma 就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 鑽断型 一个就是权威型 鑽断型呢 其实就是 大多数的以前的父母 就是用鑽断型 他们是用最快的方式 主让你听他讲话 我是你的父母 我叫你去左边 你就要去左边 我叫你去右边 他们的方式就是 你要听我说 我吃米都管你吃眼 你要听我说 但只有一个概念 他就会命令你 他会禁止你做一些东西 没有跟你解释的 权威型呢 就是我选择做在这里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权威型就是 我还是你的父母 你还是要听我讲 因为我毕竟我觉得 他真的不是我的朋友 我就会跟他讲 OK 要去左边 可是我会跟他解释 为什么要去左边 就是我会让他慢慢地了解到 为什么我的选择是这个 所以其实在这四种里面 最花费时间的是 是权威型 这样如果你解释好 他还是不听你会怎样 因为我现在教这个小孩 他们都听得懂 所以我如果讲一次不能 我会讲多几次 这是我的想法 我是觉得 没有人 做父母 没有一个 manual book 可以读 所以大家其实都第一次做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应该是在过程中 发现到你能不能 因为其实也要看你自己 如果你是个急性质的人 就不太能够做放任性 而且我觉得 小孩从小到大 我个人是觉得 小时候是应该要权威型的 因为毕竟小时候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是一张白子 混音也 这样多大了可以换 要看情况 有一些他们会 对我承受你 心地觉得 我的界限是青春期 可是我谢谢他 就是有提醒了我 为什么要站在爱的教育的 这个部分 是 就是因为我们未必是对的 像Doctor所说的 OK 所以转断型的这个的话 就是 我叫你去走 我解释 你为什么要去走 但我的解释 一定是对的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会跟上一代有代购 就因为 他觉得的对 其实跟我们 在这个时代已经不符合了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教育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现在 没有一个 清楚的界限 就好像刚刚 这位嘉宾有讲 研究有讲 有四种不同的教育 可是其实 后面两种 所谓的放任 跟那种 很多人讲其实它是爱的教育 花过之后的结果 就是有一点矫枉过真 你认识过小时候 你小的时候 你父母可能做什么 你就会拿出你的书记 我以后不要做这样的父母 不可以帮我孩子的日记 因为我们的父母 大多数都是那种 钻断型的 所以你长大过后 你就会有一点 好像现在的社会 就过于强调 你对你的孩子 是一点打骂都不可以的 什么事情你要 跟他好好讲 可是 爱的教育是只能 能够用讲道理的方法 这个也是现在很多那种 西方社会在讨论的 因为他们讲最近 那种Zen Alpha 就是现在 Millennials主要带着的孩子 他们有引起一个小众议 就是他们去Sephora 不是有那种Testing Kit的 那种给你Tester 他们把那个Tester 就是弄到到处都是啊 然后人家口红乱画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讲 你看这种就是爱的教育的产物 可是我觉得 爱的教育这件事情 它不代表你没有边界 跟你不代表你没有规矩 我觉得放任性是 你爱过后的教育 因为我不觉得任何一套教育 是你可以不用跟孩子讲 你在公共场合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就好像我的妈妈 我会觉得 她是后期比较有爱的教育 是因为我到成中学时期 我都很清楚知道 我的家里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可是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我什么秘密想要分享 我第一个还是会找我的妈妈 因为我妈妈跟我就是 就是无所不谈 是朋友的那种关系 可是我觉得爱的教育 跟虎爸虎妈最大的差别是 好像你们讲的 有些特定的边界 小孩子不可以翻 我觉得虎爸虎妈 会好像你们讲 因为它是权威式的角度出发 所以那个边界为什么不可以翻 因为它是我设的边界 所以你有小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 就是你跟你父母可能吵架 然后你最讨厌 听到一句就是 你问他为什么不可以 他觉得因为我是你妈妈 这种是因为 他没有任何让你觉得 你可以服务的那种理由 所以我们小孩子才会开始叛逆 反叛就觉得 你凭什么觉得你是我妈妈 你就可以做 以后我做妈妈 我才不要做你这样子的妈妈 对于好像可能小学中学 早恋这件事情 在我妈妈的世界 他不是不能沟通的 不是 因为他跟我讲的东西是 对方够有钱就可以 没有 他跟我讲的东西是 就算我不给你做 你也是会去做 你只是不会给我讲 或者是不让我发现 他讲这是小孩的甜心 所以他讲 我会宁愿你 真的是可能你真是喜欢一个男生 寶贝 love or whatever 他会宁愿我 他会宁愿我跟他讲 因为他就会确确知道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 什么事情真的是不可以做 例如可能未成年有性行为 这种 这种这样子的才是 完全 no means no 的 boundary 我们进入更具体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第二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双方的差别 好我们这里先进一段 广告 嘿 鲁卡斯 观众都讲你英文不好 今天我给你一个一雪前词的机会 好 什么意思 我找了一个小学生 来跟你一起比赛看水表 走 好 这是你的考卷 我的考卷 对 你的对手 你应该努力地做之后 他已经跳中了 他要做完了 我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 不够给我 这个只是四年级的考卷 他四年级 对对对 然后他今年他二年级而已 配跳级啊 在库墨呢 老师会根据孩子们的程度 来给他学习不一样的这个测试 所以呢 现在他今年是二年级 但他还有四年级的程度 他就做四年级的worksheet 而你看起来是 也是四年级的程度 算你做四年级 怎么看都有五年级吗 那你倒是做啊 Mountain 哦 少加S 哇 你当你10分钟啊 哇 你这么帅啊 好 Kumon 每天 哇 哇 Kumon 是一家源自日本的儿童教育中心 Kumon 的教学不具一格 都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能力 来安排学习内容 在Kumon 他们的教学方式 不是通过老师的讲课 向学生传达知识 而是培养学生们通过做题 来掌握一种自学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Kumon 的导师 他的作用是从旁引导 而不是直接教学哦 他们会观察 并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度 找出最适合的学习方式 只要学生肯努力跟着Kumon 的学习方式 一步步学习 就能在自己的学习能力范围内 获得最大的提升 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心动呢 只需要一台 连接网络的平板电脑和触控笔 通过Kumon Connect 孩子们便能随时随地的学习 Baddy 妈咪们 现在Kumon有为期 两个星期的免费的英语 还有数学的试读课程啊 而且还有免费的学历诊断测试哦 赶快点击下面的链接 在5月17号之前报名 就会是免费的 赶快点击啊 赶快点击啊 不拿不拿不拿 快点哦 免费啊 点啊 感谢Kumon 好的 马上来到我们的第二题 我认为孩子可以被提罚 OK interesting moment 好 先请老师 OK 我觉得大家要知道什么是提罚 我上网查了一下 是身体处罚 就是你打他 灭他 他会弄到他疼痛的 其实你叫他做sit up 也是身体处罚 是啊 你叫他听娃跳 他也是身体处罚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提罚 我觉得不应该提罚 我觉得有很多坏处 最大的是 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 因为如果我已经提倡权威了 可能就已经影响亲子关系 我还在走提罚 这样是不是更影响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看他跟他父亲的相处 就是相近母饼 很饼很饼的饼 就跟我讲小时候5岁的时候 他家里有一个摩托 然后他就骑上去5岁嘛 对不对 贪玩 然后就爬上去 过后他跌下来 然后差点摩托砸到他 他爸爸很生气 他爸爸平时是没有打他的 就是没有提罚 这样没有提罚 他爸爸真的很直气 平时是骂了 他就提罚了他 就自从那一次 我问他 你爸用什么来打你 不记得 怎么样打你 不记得 打多久 还有怎么样 有没有解释 不记得 这东西记得 只记得被提罚 只记得被提罚 然后就感情不好了 真的 他现在20多岁了 都还是感情不好 我又觉得 我不想要这个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确实你刚才讲的 那个很平 因为我也是不记得我爸爸 为什么打我 我就只记得还打我 我只记得还打我 我也实际觉得 而且我提罚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 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就是他太方便了 你只要不听的话 我跟你讲 没有道理你还是不听 我最后用疼鞭出来 像这一次我用疼鞭 像下一次我要更快 我是不是很快就拿疼鞭出来 而且提罚这东西 不是一年一次 是 你会越来越多次 因为你知道 这个东西 work 就会依赖 你就会依赖提罚 认同提罚 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是 我不是一来就打 我会先警察才打 好像我的老婆 爱的教育 然后我跟她沟通过后 我就会说 你先爱的教育 我后来 当她爱的教育过后 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是真的危险性的东西 例如说 宝宝鞭 他们很习惯就是喜欢爬起来 或者是那个椅子 他喜欢靠在背后那边 很容易一倒下去 可能要到那个头之类的 爱的教育 先模拟 不能 解释 可能之后她不能的话 真的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了 那提罚就来了 我是 认同的就是可以打的 我儿子小的时候 他大概一岁多 我就每天早上我会剥鸡蛋给他吃 然后吃完了鸡蛋过后 我就教他把蛋壳丢在垃圾桶里面 他之前还做得不错 有一天开始 他就开始做腰 他就给我蛋壳丢在地上 那时候我也不是很会吗 所以我就听专家的建议 寻寻善幼 和蔼可亲 然后劝导他 然后用你天使般的脸孔 对他轻声细语 然后我发现都没有用 就是专家不专家 我不知道啦 但是不适合我家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就决定了 我就跟那个小小的人说 我说今天妈妈跟你立一个新的家规 就是你不能把蛋壳丢在地上 如果你丢在地上的过后 妈妈会打你的屁股一疼 隔天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的儿子他吃完蛋壳 我刚才说丢在垃圾桶里 他就看了我一眼 然后当着我的面 把蛋壳摔在地上 然后再看我一眼 哇 再测试你的限制 然后我就非常好 妈妈期待这一颗好久了 然后我就非常冷静 因为我为这一颗筹缪很久 我就带他然后进房间 然后我就请藤边上场 然后从此以后 就没有再发生丢荡壳的事情 那这个是体罚 对幼龄的孩子 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我对体罚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大部分的时间 真的去学习 然后去阅读 然后整理了一个我自己的原则 第一 我不会在我生气的时候提罚孩子 哇 因为我在我生气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管教的权力 因为你就发泄 发泄在他身上 所以孩子会恨你 是因为你发泄你的情绪 那第二 第二 我不会在别人面前提罚他 所以我只带他进房间 只有我跟他的时候 第三 我会让他知道 我为什么会处罚他 一定是因为 我们之前讲好了这件事情的 然后你知道的 然后你故意 所以我不是随便今天心情不好 然后乱棍扫他还是怎么样 第四 我一定会只拿臀鞭 然后只打屁股 我不会用手扛他 或者敲他头 拉他头发 我觉得这个是 一来你会羞辱他 二来他突然间被你打这样 第五就是 我会打完了他之后 让他告诉我说 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打 然后我打之前我也会跟他讲好 妈妈会打几下 这个是保护我自己 以防我过度你知道吗 最后一个就是我会跟他和好 打好的过后我就跟他说 妈妈其实还是很爱你 不管你乖还是不乖 不管你行为好还是不好 其实妈妈管教你 妈妈还是一样很爱你 他不会影响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 可以 处罚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们没有反对处罚 但为什么要选提罚 这是鸡蛋的事情 其实大可以 我看过人的做法就是 他父母会 你今天不要丢 我会看着你丢 我家也不是全部事情都提罚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他不收玩具的话 我是没收他玩具 他如果真的是丢东西的话 那我后来的提罚 就是让他站在 他的那个 quiet corner 那我提罚 我之后develop出来的 其实就只有几样事情 就是如果他说谎 或者他不尊敬父母 他打父母骂父母 伤害到别人 他打别人 那这三样事情 是我会直接提罚的之外 其他的都会有别的处罚 有没有听过人说他之所以学会打人 是因为你先打他 他以为他也是 因为你可以打我 所以我应该也是可以打人的 我明白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讲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望过去 我们这里可能很多是从小被打大的孩子 我们有多少巴仙的人 真的会因为父母打我们去打别人 我觉得他去情绪化跟把它变到 变成一个很像新加坡边形 这样的感觉 是 我不认同 我觉得没有所谓正确的题 没关系我们听一下 先请他们讲 在这个育儿和教育界18年 对了武术的家长和孩子 他们很多时候到了中学时期都会叛逆 如果我们在孩子小时候有打好 心理建设和关系的话 其实孩子是不用叛逆的 他不需要经过这个叛逆期 并不代表这个不经过叛逆期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组建的人 并不是 那在这几年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其中一个研究就是 从Montreal University 他的研究指出就是 一个孩子他被体罚 被骂或者是被喊 他会改变孩子的脑脑固 导致孩子的脑部细胞连结有状况 因为打他脑啊 不是打他脑 因为他是以一个情感的记忆 那他就会处在孩子的DNA 还有孩子的这个细胞记忆里面 Brain Structure有这个变化 学习能力差了 不专注了 那就接下来 那个Volge会弄下去了 我也是从这样子的家庭长大 他们就是说 我也是好好的长大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你对 那如果我们是 不是这样的方式 体罚的方式成长 也许你今天的成就 不只是这样了 没有的比较了 没有的比较了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 对对对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这些研究 来显示 其实体罚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如果我们可以跟孩子做 Time In 这个时候非常多的家长 都已经用得非常有效 以前的方式叫做 Time Out Time Out就是给孩子 只站在Northy Corner 或者是Quiet Corner 给他自己便利时过 那其实他们只是在梦头而已 没太大的作用的 但Time In的不一样就是 我跟孩子是在场的 而我只是给孩子一个 安全的空间 OK 他犯错第三次 第四次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行Time In 整个环节就是 如果孩子是犯第一次 就一分钟 犯第二次就Time In 两分钟 就是Poker Face对着孩子 他跑的话抓着他 他跑的就抓着他 那我们给他 跟他有身体接触 给他一定的安全感 妈咪没有离开你 你没得去看电视 你没得玩 你就好好的 跟我在这边坐着 另外一种特别会傻叫的 他可能 妈咪 对不起啦 一直跟你讲对不起之类的东西 你就Poker Face 因为爱的原则就是原则上 你现在犯错 我们好好的在一起这一边 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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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跟孩子这样 刚才 嗯 嗯 不可以的 就好了 为什么要Poker Face呢 就是给孩子 从你的身上学习 当你做错事情 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冷静的 去面对事物 所以我们也是孩子的榜样 去面对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 我今天不认同体罚 就代表我这辈子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我碰都不会这样碰他一下 但是我今天认同体罚 但体罚的度 我要怎样体罚 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 这么绝对说 我不体罚 你这样保留这个使用空间 嗯 保留那个使用空间 这可能这十多年来 都在教育界 呃 就是他会跑会坏 但是他不会做太除隔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在家里很爱 还来到学校跟老师讲说 你你不可以打小朋友 就我们在家 从来没有动过小朋友 不可以骂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会 特别特别的 捣乱 这是溺爱 这不是爱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 这可能就是 的不同 但是我当然也看过 体罚学生的老师 就是那个老师告诉我一点 就是 呃他真的受不了 我不接受 其实我不接受 老师打小朋友的 我会打的话 我只会打我自己的孩子 他们告诉我的是 他在家里没有人教 来学校我教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 我一定教好了 这样我老师就不会去 然后你反而可以避免到他在外面被打 避免他去外面 你不知道的我 你不知道他都会打的 还有这个讲法 对 那我们来问一下慧卷吧 我之所以觉得小孩可以 被提罚 是因为我觉得 孩子要有一个 last resort 因为我觉得 一来大家 大家讲不管是什么样的教育 都会讲你要先讲道理 很多timing 很多不同的做法 我当然知道 有更多更好的惩罚方式 everyone can try out everything 可是 如果直接讲你提罚就是错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父母来讲 还蛮可可 因为毕竟很多人都知道 孩子是每一个 真的是每一个不一样 我觉得 孩子有一些真的是吃软不吃硬 有一些吃硬不吃软 真的是很看那个孩子 就是我想象不到 如果以后 大家有在工作 然后有多少时间可以 陪你的孩子做这么多做法 尤其是 我当然是提倡大家 就是try out everything 可是尤其是你的孩子 是吃硬不吃软的时候 可是我妈妈虽然她是爱了教育 可是我也是有 somehow被提罚过 可是我提罚不是那种 腾边乱烧那种 就是我没有做错东西 她就叫我拉耳朵 我都念个三字经这样 自己拉自己 这样子哦 然后上下 然后念三字经哦 就是这个是我家里通用会做的方法 也是很好 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然后这种就是 我妈妈会用这种这样子的方式 她不会是 腾边打 因为她也知道腾边打这种东西 我们就会常腾边 做那种一堆这种 这样有的没的东西 所以我妈妈通常会用这种 拉耳朵上下的做法来做 你不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会打人的父母 所以我不要舍 没有啦 我觉得 我一直听到大家说 用权威规则 然后用体罚来做行为规范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不是在教育你 你在想任何人 如果他告诉你一个道理 你接受他的理由 仅仅只是因为权威 因为他是你的前辈 他是你的老板 都不是一个合理的讲法 那为什么他是你的父母就可以 当然我觉得我是理想主义啦 我没有真的养过一个孩子 我只是教过我弟弟 但我觉得理想的不应该是父母 会一直觉得我是你的父母 我就know better than you 你就应该听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讲法啦 我已经猜到网民会怎么评价 其实没有 没有伸过 讲这样多 补充一点就是 我的体罚不至于去到来 转三个圈的那一种 我的也不是用藤条的 我的体罚的定义是 尤其是我刚才想补充的就是 我自己原本都set定好的一个目标 就是年龄越大 就越不需要体罚了 我反正是年龄越小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体罚的选项 如果他领悟到这个之后 他才不会变成 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看到 这个小孩子讨厌到我都很想打他 确实 飞机上遇到那种 我个人其实会觉得一个父母 我如果用权威跟同边 是否还要追求 能够是否还要展示自己的权威 或者是他父母是这样打他 他就觉得他可以这样打人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你觉得可不可以打他 他纯粹觉得他想要你安全 我觉得他可以看YouTube 你就有别的方法了 你有太多处罚的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提罚 这是分析 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很多专家可以讲很多的方法 但是你要找到你家里的孩子 适合什么样的方法 我觉得体罚是可以留着 做其中一个选项 一个选项 不要把这个选项全部拿掉 我们很多观众 对体罚有不好的印象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除了那个五岁的大部分 我不敢讲一百八千 大部分一定是 来自你青春期的时候被体罚 青春期的时候 你身体发生变化 那你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 那时候你是一个寻求要独立自主 是一个寻求要有自己社交圈子的人 那我觉得孩子变了的时候 父母就应该变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格 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 不容易跟自己的故事 所以以上呢 嘉宾的所有中复经验的发言呢 都精工参考 都不是正确答案 最重要还是 就是看你跟你自己的孩子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 也欢迎来发表留言 告诉我你自己的育儿方法是什么 我们再次感谢六位 也谢谢Qua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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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